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即将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峰会 日本期待会议期间 能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 中日两国首脑是否能够再次举行会谈 他们将要谈些什么 下面我们就联系美国之音 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 来了解最新的动向 小玉你好 习哥你好 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方面的最新消息小玉 好的 许波 这次安倍首相出席联大峰会 一方面是要在会议上发表演说 呼吁展开安理会改革 继续为日本入常进行努力 另一方面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还要借此之机 在大会期间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 他打算与中国 俄国 以及伊朗的首脑举行会谈 同时还要向各国说明日本刚刚成立的安保法 以便获得理解 从日本媒体目前的报道情况来看 日本正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进行磋商 来摸索是否能够进行会谈的可能性 目前已经确定的会谈是安倍首相将与美国副总统 拜登与拜登举行会谈 我们知道今年9月曾经传出安倍首相将访问北京 与习近平举行会谈的消息 但是最终会谈没能举行成为炮影 不过这次习近平正在美国访问 也将出席联大峰会 而且要在峰会上发表演说 两位首脑同时出席同一个会议 在这种情况下 两位首脑的会晤应该说也是很自然的 不过我们知道北京方面 对日本刚刚成立的安保法 表示出极大的警惕 认为日本放弃了和平路线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同意 与安倍首相举行会谈 并且以何种方式举行会谈 应该说是探测中日两国关系的 一个温度表 徐波 好的 那么小玉 如果安倍首相 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 能够和习近平举行会谈 那么日本媒体和舆论 预计会谈将谈哪些方面的问题 小玉 是的 日本媒体报道说 日本方面希望确认 两国应该进一步加速改善双边关系 我们知道尽管中日两国 在领土纠纷 以及历史问题上存在一些摩擦 但是过去一年 两国举行了两次首脑会谈 缓解了因岛屿争端 而是否日化的双边关系 那么人们普遍关注的是 今后两国政府是否能够在改善关系上 做出实质性的新的进展 北京政府非常警惕安倍的一些右倾行为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 安倍如果在即将举行的 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 这就意味着他还要继续执政下去 另外美国政府也透露 希望中日两国改善双边关系 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 如果完全回绝日本方面的要求 预计也是不大现实的 应该说中日首脑会谈 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 正在酝酿之中 但是如果是短暂的会晤的话 估计也很难就实质性的问题 展开这个讨论 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吧 好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 祝东京